好,谢谢,谢谢张胜夫议员借我时间一起来探讨12年国教,即将上路的12年国教 过去我们的年代都是用联考,联考就定了生死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插12年国教,其实12年国教已经炒了20年 插到20年,终于要上路了 但是终于要上路了,到底这个整个的内容合不合理 很多家庭都很关心的 包括从以前的年代的联考时代到9年一贯到现在的12年国教 其实争议都很多,但是不变的就是升学压力 这个升学压力一样还是没有变 我首先请问局长,12年国教的目的是什么 谢谢医长,谢谢律元 联想国教它最主要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孩子多元事性发展 多元的学习 多元的,依照他的性向、兴趣跟能力 那么往多个方向去发展 那你觉得这样可以降低压力吗? 可以降低学生的压力吗? 基本上呢在亚洲的国家,辱家文化熏陶下的国家 每个孩子在升学的进入上面都要服应家长的期待 压力基本上都还是会存在 压力一样有 所以它适合在台湾吗? 基本上我们希望是舒缓的压力是所谓考试竞争的压力 考试竞争的压力 他会不会有其他的压力,会有没有其他的压力 因为我现在听到外面大家讲 现在孩子都在学才艺 还有呢,就是针对这个十二年国教在学 学才艺啦,学什么证书的 有证书有证照的东西 几乎每个小孩都在学 甚至呢,学体艺 学什么体势能的部分 连这些都在补习 含这种就在補啦 不是像我们以前说補功课就可以了 现在是大方補的 这样他要有讲解?没有嘛 基本上我们是希望说 因为考试领导教学 这个在亚洲国家都很难去避免 那所以我们在考试这个 关卡上必须要做一个调整 不要只是那个考试 所以如果能够把未来的这个竞争的 或者说比较的方向是朝多方向发展的话 学校端,我们就要强调 学校端的部分呢 就会开始呢 引导孩子的这个发展 所以我一起 如果是这样下去 以后学校的社团的部分 会越来越多样去发展 然后每一种潜能的孩子 老师都会关心他 所以你认为社团会增加 可是我觉得没有 因为外面的补习越来越多 都是在补习 所以我要跟路易言报告说 其实我们呼吁家长说 基本上不要 任何孩子都要送到补习班去 那过去是送到补习班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禁止他 但是补什么 他们是补在那一天到晚K书的那种补 如果未来真的他愿意让孩子呢 他还是要补 那他去补科展 去补呢 体能 我是觉得都总比一天到晚在那边K书好 对啊 局长但是这些都要钱呢 这都要钱呢 所以我才说 我们不希望他去补 学校就会让孩子多元去发展 所以所有在外面补的都不用补 学校都会教是不是 我们现在所朝的方向都是 学校课程应该要上的 来 局长你看啦 以前的年课 我们课人睡不好 一几天都在讀書 大家很多人的经验 九年一冠呢 包括了乐学 会睡得很晚 但是读书 还是有机会啊 但是十二年国教呢 诶 出更多钱喔 因为很多家庭都说 我现在的孩子差不多要保十行 都在保释啦 不是没关系喔 偏远地区的小孩怎么办 来 局长 偏远地区他的资讯不足啊 他要学习的机会也很少啊 来 偏远地区的怎么办 来 谢谢黄议员 基本上来讲 我们一直在强调 我们现在这样子制度下去的话 包括原住民偏乡的孩子 他都会有出头的机会 举例来说 像今年的茂林国中 他们的老师 他们学校基本上才四十几个孩子 可是老师在引导的孩子呢 他做科展 他拿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高雄市是代表高雄去参加全国 高雄全国比赛也非常好 他们学校的艺术才能的孩子呢 表现得非常的好 未来他们都可以加分 原住民的语言参加全国语言竞赛 他阿美族语 布隆族语 台湾族语 都可以拿到奖金 所以这个语言也是可以加分 都可以 所以很多家长 就带着小孩去学客语 学闽南语 这都要保守呢 这大行保守都要资呢 矫枉过正的那个部分呢 我是存而不论 基本上我们希望说 孩子来讲 学校里面呢 针对孩子 他体育很好的 他资讯非常好的 他科学数学非常好的 他艺术才能非常好的 只要选一想像 他开始去发展 未来他就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 他都可以有出头天 这才是多元的价值 而不是只是会念书考试的 才有出头天 我们期待未来高雄 包括熊中熊 说不定 会有林苏华是熊中毕业 会有曾雅是熊女毕业 我想这样才是一个孩子 那么有竞争力的一个 市长 你的十二年国教 藍井非常的好 但是实际上 不是你想像的这样 因为你 每个人都给他算分手 老白老母子就带着保守 不像你刚才说 他如果有特殊专长 特殊专长是特殊的学生啊 但是一般的学生 不是像你讲的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不希望说 这些小孩 成为这个教育制度 还没有完全的一个牺牲品 因为我们不希望 待会我们继续看 有对一大不公平 局长你先请坐下 来 再来我们来看 这个十二年国教 到底总分是怎么计算的啊 来 自愿序 30% 会考 30% 多元发展 40% 来自愿序 我们高雄 我们高雄 好像高雄 好像高雄 就有公司力 加起来大概有三十几所 三十几所呢 但是我只能填三个 我只能填三个技官而已 就是说我如果熊女 四大护中 奉中 填碗 我就不能填了 但是我这三种 都做不到 我就没机会设成了 因为我被扣了十分 十分 一次都扣十分 扣了我这三十分就没了 加上我如果会考 又不好 然后我多元发展 又没有像别人 有钱去补习 我就怎么机会都没有了 这里怎么没公平 一个集聚就扣十分 诶 我感觉我可以设成熊女 但是我一天熊女 很多人也添了 好 那我的成绩 有可能就被扣了十分 我就扣十分去了 这个会造成说 诶 可能好学生 就落榜了 一差就差了十分 但是会考的成绩 单科喔 单科总分才六分 单科总分才六分 但是你的志愿 我一天不对 我就扣十分了 这样合理吗 来局长你请说 来局长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员 我认同黄议员你的看法 所以你来之后 那是第一次 刚开始的这个定案的一个方向 那现在我们已经取得共识了 那目前来讲 我们已经把志愿 其实是天的学校数 已经从三个增加到七个 增加到七个 对那七个来讲 我们按照乐学计划的基础 我简单的说一下 七个如果都天高中 就七个学校 如果七个都天高子的话 每一个高子里面它有各科 分数都是一样 所以如果天高子的话 校与校之间是只有差两分 科里面的话都是差零分 所以我们现在最大数 可以签七到七十二个志愿 差距分数是零到两分 目前是全国呢 志愿区的分数呢 是最友善的一个区域 所以局长你现在是放宽七个志愿 你可以填七个志愿 可以七个学校 七个学校 每一个科都可以填 而且都是一样分数 所以事实上是零到两分 零到两分 所以我的基距不会被扣十分 绝对不会 这样基本上是最友善的 我如果填错是扣两分 是不是这样 顶多是扣两分嘛 对校与校之间的差距就是最大两分 现在目前的到推动公共小组的一个共识 是这个样子 当然最后还是要让教审会去通过之后 就可以报布做最后 谢谢局长 局长我觉得这样才合理 再来我们来看 看这个 这个第三个多元发展 来 你的多元发展呢 竞赛表现啦 检定啦 还有这些 都是要花钱的 都要花钱去保释 特别有能力抵住这 我还可以拿到证照啦 我还可以拿到检定啦 还有竞赛 也都是我去保释啊 保网球啊 保躲避球啊 保牌球啊 我才能 够拿到这些表现 所以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唯一 不用花钱的就是什么 这个体势能啊 或者服务啊 这些 才不用花钱 但是你给他摆住喔 来 我那一天发现啊 发现 雄女 跟四大户中的 凤中的都不一样 来我们来看 你看它的排序 来熊女呢 你如果要读熊女 你第一个 在多元发展里面呢 它是着重在均衡学习 但是师大户中呢 它是看你的竞赛表现 凤中呢 又是看你的检定 诶 每个学校都不一样 难道30个学校就有30个版本吗 30个学校30个版本 诶 那正在学生家长的立场 哇 因为你 我如果从路 又没有均衡学习 我没有办法拿到 我变成要师大户中 又是竞赛表现 所以变成 每个小孩都要 每一种都去顾到 啊 家长就怕啊 所以就带在 带在台式保释 保检订啊 保表演啊 保什么 大家都要保 保到跟公民就在保 非常非常的奇怪 怎么现在社会变成 这些都要补习啊 那学生压力有没有减少 没有啊 家长压力也没有减少 家长跟着赔进去啊 所以这就是十二年国教 你看每个学校他着重的都是不一样 来 局长 这个可不可以统一啊 因为这个是中央政策 但是是下放给地方耶 他是下放给地方 所以地方可以有权来决定这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让他统一的一个标准 不可以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啊 好不好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员 我也认同黄议员所讲的 所以目前当然这个部分原来在五月份的办法是由学校效会通过来自己决定 但是我们觉得教育应该还是有一个共识 而且是对孩子来讲 对家长来讲都是比较好的决定 所以目前来讲我们会定一个共同性的原则 这个原则第一个排序呢 我们是均衡学习 对 第二个来讲就是服务学习 服务学习 也是不用花钱 不用花钱 第三个来讲就体势能 体势能也是不用花钱 这三个加小就40分啊 对 那一般的孩子基本上我们是要正向引导 所以现在我们也发现国中端开始在改变 早上过去家没运动都不运动 现在呢都自然会运动 好 那知道怎么吃 他们以前告诉他们他们都不按照正常的饮食 现在已经开始问 对 我要怎么吃 我觉得你这样很好 对这个是好了 接下来才是竞赛表现 好 那竞赛表现简单的说我们有八大类 刚刚讲的其实所有运动 我们还有语文 还有艺文 还有的科展 所以不用花钱的把它排在前面 我们学校里面都是会教的 好 所以基本上可以 然后再来再是检定 我希望是这样子 我希望是这样子 把不用花钱的学校可以拿到的 把它排在前面 是 而且要全部高雄市就是统一 我们走向的就让孩子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而且又不失 那每一个孩子有潜能的部分有屠头天的一个机会 好谢谢局长 局长 我很认同你这样子哦 就是把全部统一起来 然后把不用花钱的可以在学校拿到的排在优先 这样好不好 好 再来我想问了这个我们编多少钱在做这个十二年国教 编多少一生在做十二年的国教 十二年国教我们到底编多少机会 来这是中央的中央从一百零三年上路嘛 是不是一百零三年也就是现在的国东 国二生 国中二年级的学生就是第一届的十二年国教 来十二年国教所有的十二年国教就是全部都免会啊 学长会都免会了是不是这样好公私立的学会都免会了 所以中央编了三百多万三百多亿在做来 高雄市配合款多少 公企北华杰医生 谢谢议长 谢谢黄议员哦 那这个部分当然一零三年我们还 可以持续的在跟教育部确认 事实上最大的一个经费来源就是免会 免学费的生存 那免学费来讲 因为目前来讲一零二我们还是有所谓弱势补助 也就是排户条款 所以我们排户条款目前来讲 我们跟中央 这个所要负担的经费 高雄市大概有就是几percent 大概有六亿多 那我们高雄市 六亿多是配合四十趴是不是 中央六十趴 地方四十趴 所以每一个学年我们要负担多少 大概一两亿 那一亿多 一亿多 目前目前 一亿多吗 是 好 那未来来讲其实我们不断的要跟部里面说 103的话呢 现在部里面说要去修法 这个经费全部是中央负担 但是我们还是要密切去追踪 的确如果到时候是要我们地方负担 我们是无力承担 是 对 是 我们非常认同这个黄远您的这样的看法 我们会持续跟中央来表达这样的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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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